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酒熊老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 前天到仙台的一個居酒屋 然後它叫做原室 然後它是一個非常昭和 大眾酒廠風格的一個居酒屋 那我也是早就慕名而去 那因為我之前有看一個日本的那個 它算是電視節目 它叫做吉田類的酒廠放浪機 吉田類是一個就是很喜歡去這個酒廠 就是那種居酒屋喝酒的一個 不知道它算是作家呢 還算是一個什麼 就是反正總是它對很多 它做了很多節目是有關居酒屋的 然後我就是知道這家已經很久了 然後知道它有特殊的規矩 然後那家原室的居酒屋呢 它是裡面就是一個大人模式式的 大的櫃台 然後大概有約末15個座位 然後那它就是每一杯酒都賣九百一千日幣 算是非常貴 然後為什麼賣那麼貴呢 因為它每一道菜 每一杯酒都自帶一道菜 所以你進去的時候 它會先給你一個那個新鍋 就是那個置物 漬物 然後再一盤小播料理 然後昨天是有點像沙拉這樣子 然後第一杯酒 然後再來第二杯酒 它就會附上那個豆腐 就是冷藥果 然後第三杯它就會附一個小的生魚片 然後第四杯就是 它會附那個味噌汁 這個味噌湯 那但是它這個店有個規矩呢 就是你只能喝四杯 你喝完四杯你就要結帳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第一個是不要喝太多酒 衛生體著想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要把位置留給別人 還有很多人想要進來這樣 這跟深夜食堂就很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反正那個店呢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那我是在差不多六點前後進店的 那我進去的時候 那店內大概有六七個人 就還不算坐很滿 這樣我就坐在一個 剛好它給我安排一個邊邊角角的位置 我就坐在邊邊角角的位置 那店內其實還蠻暗的啦 就是沒有什麼太多的這種照明 那總之就是非常復古的一個氛圍 木製的吧檯這樣子 好那我就喝喝喝喝喝 然後隔壁就沒多久就坐滿了 然後沒坐滿之後呢 我就繼續喝嘛 然後隔壁那個就好像感覺是一個老客人 那喝酒的速度非常快 我第二杯喝完的時候 然後我就點了一個 我想說欸想要吃個魚 我就點了一個輕魚的 烤的就等比較久 那中間就有一段時間是沒有東西配 所以我就沒有喝那麼快 那隔壁那個先生就喝超快 就喝四杯了 我再喝兩杯他就喝十杯就要走了 然後那他快要喝完之前呢 我就就是 欸 因為另外一側的客人也進來 他就是教他怎麼點餐 這樣我想說欸那你是不是 那個那個老客人 所以我就問他說 欸 女人さんですか 你是不是那個 那個常客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啊我不是常客 博士達店我很久以前就開始 來了 已經來很久了 這樣說那你來多久 大概來三十幾年 我靠 來三十幾年是怎麼回事 這樣子 他就說他其實是那個青森縣的人 然後呢就是工作啊 就是到這個仙台工作 然後已經在仙台租了三十幾年 然後就是一直都有來這間店 那不是說頻率很高 所以他說他其實他不算常客這樣子 然後就聊起來說啊你是哪裡來的 我說我台灣來了 那你怎麼會講日語 就開始聊得很開心這樣子 那當然對方也喝了不少 他也是覺得有可以這樣子 欸跟台灣人交流好像也不錯 這樣他說他很愛去台灣 他說他上 今年不知道幾月的時候啊 三個很愛就是喝酒 吃東西的這些好朋友 三個相約就是去台北一遊這樣子 然後就去了很多店 他都覺得哇台北這是便宜好吃的地方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總之呢他就跟我聊說 啊你為什麼會知道這一切 我就聊到我剛剛說那個吉田類的事情 然後就說啊吉田類怎樣怎樣 他就說啊你這個吉田類喔 他是不錯啦 但我個人就沒有很喜歡他 這樣就一副好像怎樣 他就跟我說 你要你真的要認真的吃那個G9屋料理的話 你要去看那個 一個叫那個泰田荷燕的一個作家 他就說他比較厲害怎樣怎樣怎樣 就跟我講一大堆這樣子 我說好好好 我一定去試這樣 他就哇語重心常跟我講 我說你要認真 你真的要去看這個泰田荷燕的書 你才會知道說 哇日本的G9我原來有這麼讚 然後呢 好那我就聽他這樣講 講好像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就馬上去亞馬遜下頂 那我今天就拿到這本 泰田荷燕 欸大家是反編 泰田荷燕的G9屋 未久懶 那這其實他有很多書啦 這是其中一本 他是比較新出的 然後他裡面真的介紹非常多G9屋的訊息 他從北海道到沖繩都有 你看他那幕式這麼多點 然後 我 他說精選204 這個204家店 結果這樣我就這樣給他翻一翻看一看 因為我在日本也玩了多久 這個156年 他去日本飛了180幾趟 在日本真的時間也蠻長的 沒有想到他這本書裡面 我去過的店啊 不胡爛 我去過大概7間而已 204分之7啊 只能說我跟他的這個 重疊率相當低 那當然他 呃這個 泰田荷燕這個作家呢 他就是 呃很愛 很愛去G9屋酒場 然後也寫了很多書是相關這個的 但我相信他有他一定的這個 sense 那所以呢這本書 欸我覺得真的還蠻不錯 因為他真的就是 用一小段文章 去介紹 就是那個店如何如何如何 並沒有寫的非常多 也沒有任何圖片 就沒有店的圖片 也沒有料理的圖片 那卻可以出一本書 還在版 還出了一個決定版 然後這個是精選204決定版 你看他下面就寫這個 從日本全國嚴選 獨一無二史上最強G9屋攻略 非常厲害 那我等我好好研讀 把他這個標在我的那個 Google map上 有機會再來試看看 如果有試到什麼厲害的 欸 欸可是我也沒有很想跟你們講 因為 我怕你們不會點餐 因為 像那天我去的那一家 就是沒有 不會日文 真的沒有辦法在那裡 做太久這樣子 一方面是你不知道什麼點餐 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是你要能夠享受那種氛圍 我覺得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 奉勸大家還是趕快學日文吧 如果你想要 體驗日本最深的那種樂趣的話 其實學日文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包含你的資訊取得 那包含去了之後跟 老闆娘 老闆聊個天 或跟隔壁的客人聊天 這些全部全部都需要你會日文 那所以我覺得這種樂趣呢 還是 就留給我們會日文的人享受吧 哈哈 今天是一個炫耀的Vlog 呵呵 好啦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希望有機會可以在酒廠遇到你啦 掰掰